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这世界有了爱你工作室的创办人 Sophina来接受专访 Sophina你好 哈喽好开心 Sophina你当初是什么一个基因会接触到身心里 因为呢我在 我原本的工作是在医护 然后我是急重症跟加护病房的护理师 所以我在医院看到很多生老病死 我就觉得 只有这样嘛人生 就是就这样子离开地球 然后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就在实习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 想去找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人就是病好起来 或者是让就是生活变得更开心 更健康 更快乐 等等的 然后我就开始接触身心灵 然后接触身心灵之后 我就发现 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善 比如说跟家人的关系 然后身体的健康 然后你想要显化金钱 就是方方面面都感觉更加的完整 所以我就开始我的身心灵的旅程 哦 是 那一定很多很好奇 因为通常这种工作室都取名什么什么 什么疗愈屋啊 什么什么 为什么你会取名 这世界有人爱你工作室 我在这个旅程当中 接受到的疗愈 就是人的疗愈 宠物沟通的疗愈 或是灵魂的疗愈 还是一些离世的疗愈 是是 很多时候都围绕着这个爱 然后我发现爱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 对 然后很多人是不知道有人爱他 包含我自己也走过这个路 我不知道有人爱我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 我不知道原来我有爱可以给到别人 我不知道原来我有这个能力 可以分享这个爱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甚至有很多的自信是匮乏的 对 那我发现在这些整合当中 因为我拿回了力量 所以我发现爱这件事情是很轻松容易的 所以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你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 那种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是真的有人支持你 有人去听你的说话 或者是去感受你的心 去感受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 更重要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可以去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然后你自己可以去知道 原来你可以去创造 你不需要我 我在你的人生导舍可能只是一个过路 但是呢 你却能够拿回你真实的力量 去帮助你去帮助更多的人 去打开这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句话 我就把它当作我的工作室的名称 是 那小米兰 那你们这个工作室 所以当初你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我觉得我在经营的时候很重要 我在这些路程当中从医院走到医院外 很重要的是爱自己这件事情 就是爱自己这件事情是很轻松容易的 可是我在这个路程当中我学到了不少 就是可能我学习的路程当中 我是算是没有那么多经急或者是没有那么棘手的过程当中 但是我发现我学到了很多宝物 所以我在这些宝物当中 我发现我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去发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去协助他前进的 所以我的理念就是更多的人知道他可以接受自己 接受爱 然后把自己爱起来 这是你的理念 对这是我的理念 是是是 所以你们工作室才叫做 这世界有人爱你 是 我觉得其实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坦白讲我们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爱自己 都是一昧的对别人很好 但是不懂得爱自己 也不晓得说有人爱你 都一直觉得没有人爱自己 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也有的问题 就是也不能说问题 就是我遇到的状况 那我透过疗愈我发现原来做自己就有人爱你 就是你不用去遮遮掩掩 像我以前也没办法坐在这里跟你分享 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个够格去做这件事情 我没有那个资格可以分享 因为很多人比我厉害 那你应该去专访那些人 可是透过疗愈我发现 其实我只要做我自己 我就是一个纯粹想要去分享爱的这个理念跟初衷 那有人看到了 所以有人知道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去分享 那我就去做 所以我开始发现拿回我能力的时候 拿回我能量的时候 我可以去影响别人 我开始发现我的举手投足 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从很低潮的状态去创造他的可能性 甚至是他本来没有低潮就是生活的 但他让他更快乐 更自在 让他获得健康 所以我觉得我在生命当中看到很多的奇迹建设 所以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更多人去遇见更多的奇迹 是 那首先因为其实我知道希塔疗愈在台湾也很盛行 疗愈师也很多 那你觉得你跟一般其他疗愈师最大不一样特色在哪里 我觉得我是实践派的 就是你跟我说这个东西可以做 那我想要试试看在我身上有没有发酵 然后在别人身上有没有发酵 所以我是学了之后会有 学了之后会有 然后很生活 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疗愈很难 但如果告诉你 可以透过呼吸就可以获得疗愈的那力量 你会不会觉得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中的一呼一吸之间 你可以透过你的能量去传递更多的爱 在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觉得我跟不同的疗愈师 因为每个疗愈师都有个人的特色 那我觉得我是算是实战型的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我可以教导你怎么做 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觉得东西学了用了 才是真的自己的 所以我一开始学的时候 我还在医院工作 我就是直接 就是问招主说 问源头想说 那我的这个疗愈 可不可以用在我的护理工作上 所以我就直接问招主说 请教我怎么打针 让我可以最快速的找到血管 那很有效 节省了我很多时间 所以你是这种 就是从自己开始练习开始 然后你也会教学成 怎么去 就是很基础的去练习 对 怎么去应用 常常应该说怎么去应用 因为我觉得疗愈工具很多 但是如果你学来没有应用 你就变成 对我会觉得好可惜 好可惜 对就有点浪费了 浪费掉这个工具 但是也是取决于你有没有想用 因为有些人学的时候 他就是不想用 也不敢用 也没有想要敢用 那就没关系 我会觉得允许 就是允许你现在就在这个阶段 但是你还是可以持续的学习 这不影响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当然啊 你也可以持续的学习 以外呢 你可以让你自己的能量提升 帮助你自己可以爱上你自己 是是是 那守明然那你的 因为我看你的牌子 你好像不是只有那个戏台聊 你也有做宠物沟通 也有森林疗愈 不过我比较好奇 森林疗愈是什么 好像比较少人知道 我很喜欢大自然 然后我很喜欢在大自然当中 体验到一些能量 那我觉得大树给我很多很多的智慧 跟启发 是 它是地球上真的必须要存在的生物 它就像是地球的肺一样 它需要去进化 需要去清理 那在宇宙当中 大自然力量是很有能量的 就是地水火风 非常的有能量 那我透过跟宇宙万物 大自然的能量当中 我学到很多的智慧的宝典 所以透过西塔聊天去整合 在透过我们走入森林 走入我们的大自然 比如说你走在行道 人行道上面 你旁边有小花小草 你可以去跟它沟通 去感谢它 然后去让我们生活当中 带入更多大自然的元素 甚至是走入森林 去感受到 去感觉你在森林当中 可以全然的放松 然后那个放松 不是只有在森林里面 是你放松完之后 把这个能力 带回到生活当中 所以森林疗愈 跟结合 西塔疗愈 帮助我的是 我可以在森林当中 获得疗愈的力量 我回到家 回到我的工作场合 我还是可以获得 我知道很自在 很轻盈 然后我可以知道 我可以聆听到 这个世界的声音 世界的声音可以聆听到我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 有 不会觉得说 我只是在森林 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而是把森林的力量 带回到生活当中 那就会 很像是我前面讲到的 就是我是很实战型的 所以 我可以拿回来 我就觉得 哇太棒了 很开心 那如果要做这个疗愈 在森林进行吗 还是 可以在大自然进行 就是可以在大自然当中 去进行这个疗愈 或者是你平常 真的很想要开始体验的话 当然每一个森林疗愈 有不同的特色 跟不同的方法 那我在森林疗愈当中 很重视的是空气 就是空气 每个人都会呼吸到 新鲜的空气 那你现在 或是你听到 你想要去做那件事 你也可以去静下心来 坐着 或是站着 或者是站在那个树旁边 去感受一下 一呼一吸当中 吸入很多的爱 吐出毒树 吐出那些 你沉重的压力 很沉重的思维模式 很沉重的烦恼 然后再吸入很多的爱 吸入很多新鲜的空气 然后再吐出去 然后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做 就是你可以透过 你发现 你吐出去的 不再是沉重的负担 你也吐出爱了 所以你吐出爱的时候 你发现 你生活中当的很多人 都会开始爱你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你就是单纯 如果你愿意 你静下来去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透过光的疗法 去帮助我们身体 去获得更多 疗愈的能量 那这是可以让身体 更健康的 还有变年轻 对 皮肤会发光的 对 所以像 像你跟我说 你已经在护理工作 做那么多年 又在西塔做那么多年 可是我感觉 你看起来就像刚毕业 我一直都是刚毕业 那种20出头的学生 谢谢 我毕业而已 确实 确实 就是我觉得我获得 以前都会想说 我比较 那个 长得比较老 所以呢 就是 老起来等 可是后来发现 学生心灵 因为我们像在基础 DNA的课程当中 就会学到 去帮助自己 去修复老化的基因 去让身体更加的年轻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心灵年轻之后 你的身体是会改变的 因为细胞会不断的更新 细胞不断的更新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 会协助你的身体 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当你去跟你的皮肤 跟你的脸 或者是跟你的脂肪 很多人想要瘦身 去跟你的脂肪 或是跟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你去告诉他 你很棒 你很健康 你很完美 那他是可以听你的说话的 可以去感受到 你在这个身体里面 可以去接受到更多的爱 那他就会去帮你 自动回味 然后回到那个地方 是 对 那Sophia你对你自己 或是这个工作室 有没有未来的一个 短中长期的计划 我觉得我的理念很重要 就是希望 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爱 所以短期 像我现在每一个月都有 做工作坊 然后跟做读书会 所以每一个月读书会 这是长期的计划 就是我希望透过 更自在的方式 我会结合不同的疗愈 然后不同的书 很多的书是很有力量 但大家不爱读书 我超爱读书 所以我透过书籍 去帮助大家 整合Sita疗愈 去告诉你怎么运用 怎么去帮助你在生活当中 就像吸引力法则一样 吸引力法则好像 凭空想象很难想象 但其实很多的方法 可以结合Sita疗愈 去帮助你开创 你想要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是公益的 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方向 去帮助别人 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也去培训了 不同的疗愈师 去影响更多的人 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我也有去做淨摊 然后去做free hug 去让更多人体验到 这个世界上是有人爱你的 还有做宠物沟通 也有去宠物展分享 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 不断的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Sita疗愈 可以帮助更多人 是打开内心当中的枷锁 甚至是你没有任何的枷锁 像我一开始 虽然说想要去疗愈 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这个生命当中 我发现其实很多人 他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单纯的透过Sita疗愈 很重要就是要去找到你核心价值的目标 然后让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当你知道你可以理解你的使命 又知道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很开心自在的走在这条路上 所以我在这个短中长期的计划 都是在这个旅程当中 去帮助大家去做到这些事情 那你想要透过Sita疗愈去帮助你自己整合 你自己 比如说有些人想要算会计 就是做会计的工作 那Sita疗愈可以怎么帮助他 可以去帮助他更快有效率的去算账 或者是他周围的人 都是很爱他的 很支持他的 所以他的进度是非常的快速 同时效率是很高的 但是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 在他的工作上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不断的整合起来 是 那Sophie 那如果说有人想要成为疗愈师的话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这我好常听到 我觉得会像是我一开始接触Sita疗愈的理念 因为Sita疗愈的理念很重要 就是去分享无条件的爱 然后无条件的爱是 透过造物主的能量去协助疗愈 所以不是我在做疗愈 很多时候都是在 透过宇宙源头的能量去 去做疗愈 去做分享 去做课程 那如果你想要成为疗愈师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疗愈师 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的话 很重要的 我会想要知道 你为什么想做 我想要去 你可以去整合一下 去感觉一下 你为什么想要踏入身心灵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疗愈师 是因为没钱吗 还是因为你想要做什么 还是为了别人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钱 去做Sita疗愈 那你可能没有马上的很丰盛 因为你是透过匮乏 去吸引匮乏的能量 所以你会觉得 你好像显示出来的都 可能没有学生 没有个案 那可能不是你最最最 终点的那个目标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要先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有些人会想说 我就是不知道要的是什么 所以来学 那很棒啊 这就是你的目标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那你可以知道的是 你可以创造更多 透过Sita疗愈 去打开更多的可能性 那当然你要想要学的 其他疗愈也OK 很重要就是跟随你的心 你觉得你的心 跟这个人契合 你觉得你的心 听这个老师 或听这个疗愈师 你觉得感觉到自在 你觉得你可以很 好像有一个勇敢的力量 无所畏惧的往前进 或是你相信这件事情 打开你的奇迹旅程 那你就去 但如果你觉得你抱持了一种 很不相信 可是你又很想试试看 那没关系啊 允许啊 允许你有这样的方向 那你可以在这个方向当中 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听听你的心 真正要的是什么 可以帮助你 做更多的选择 那有些人会觉得选择障碍 那你就可以用情绪来去感受 你觉得你听这个人 会很开心 很自在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疑惑 或是疑难杂症 那当然很多疗医师 是提供很多的资讯 你可以先去体验这些资讯 有些人会先去体验资讯 或是你去跟他聊聊天 去感受一下他的能量 或是听他的一些视频 那你可以感受到这些状态 那有些时候 有些人不听这些 他就直接去了 对对对 像我自己是 我就感觉对了 我就去了 就去 对 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的第三 第六感是很好的 就是你去感觉 你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 然后你就听你的心 什么事情 什么能量 让你觉得你听了之后 你的心情会更加的平静 让你可以打开更多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 从一 生万物 万物还是回归一 是 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这世界有人爱你工作室的创办人 Sophina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Sophina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